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新增一个扩充套件 那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我是用microbit的资料夹 我们用microbit的资料夹来做修改 尝试做个一个跟microbit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扩充套件好了 第一个我们先把它copy出来 copy在哪里?再复习一次 我们的资料夹会在哪里? nonmodels 这里面 sqvm sc iTCH 木烟 然后src 原始档 通常就在src里面 然后我们有一个extensions 这里面 我们要复制一个什么? scr3microbit Ctrl-C,Ctrl-V 都做了一个起来 然后我们改名字 改成什么? 把microbit前面加一个mine好了 我的microbit 就改名字就好 按下去 那我们就多了一个scr3 这个microbit 有人说这个scr3可不可以去掉? 理论上可以 但是看起来它的每个 扩充原件 前面都有加一个scr3 应该是为了后面版本预留的 scr3的扩充套件 它加一个scr3 那在设定档里面也可以改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scr3的话 多一个scr3的话 希望短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把scr3稍微那个 那我们现在目前就照 刚开始我们就照它的预设来做 这样只有一个了 做完了第一件事情 这样它这里面有一个index 最主要只有一个档 一个档 好 那有一个microbit的 变成mymicrobit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编辑哪里 一样在VM底下 src 有一个support 这一个资料 这一个档 Extension Manager 这一个档 上一节课有说明 在哪里 上一层的位置 有一个support 这一个 然后有一个Extension Manager 那我们使用notepad++编辑起来 那如果你觉得字体不够大的时候 你可以在检视这边放大 收放大 收放放大 Ctrl 数字键的加可以放大 好 这样你就可以放大一点来看 再按不够大致 再按放大 好 那按照我们的说明 请你找到这一个 GDS4 这样子 在后面加上 逗号 再加上 这一个 好 mybit 不好意思 前面我是只有加my 它microbit 好 没关系 那就这样子 先就一模一样 来操作 我们回去前面 Extensions 这一个 改名字 我们改跟部落格上面一样好了 改成mybit 好 这边改mybit 记得哦 这名字要一样哦 好 那我们再回src 底下istension mode 去改这一个manager 好 这边manager里面找到这一个 最后一行 那你看每一行后面都有斗话 好 只有这一行没有斗话 这表示它是最后的 所以我们后面加一个斗号 按下enter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 这一串字什么意思 它要告诉你说 什么东西在哪个位置 好 你看点点 上一层的Extensions 就是我们那个VM的里面 然后 什么东西 哪一个资料夹 所以我们 可以这么做 就是 你也可以拿mybit 这一行来复制 mybit 这一行 你把复制过来 放到 最下面 那记得我们前面改了什么 最后一个斗号可以不用 mybit 变成什么 my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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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一样 变成mybit 改了这样 编辑这样 就把它改完 再来就是 好 做完之后我们要存档 实际上我们这档案已有异动 你再回来这里看 它会重新再编译 它会再编译 编译如果失败你就要注意了 有成功就表示编译成功 那这样改完 改这两个地方还不够 还不够 那还要哪里呢 在 src 的资料夹下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位置 来 在哪里 在square gui下面有一个src 有一个lib lib底下的lib src 哪里 有一个 index.js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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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microbit的来改 这是拿microbit的来改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找到microbit的四条 因为我们都复制它的资料夹码 所以都全部沿用 把它加到最后面 或者是microbit下面也没关系 我们就在下 为了要跟它不一样 我们放在最下面 最后面 一样多空一格 我们贴上 贴上以后 我们改了什么东西 资料夹名称 对不对 资料夹名称是mybit 所以我们这边 microbit全部改成什么 好 microbit都去掉 改成mybit 4个 好 那还要改后面 这边改成什么 一样是mybit microbit都去掉 这几个 后面这几个档名 你看要不要改 这是我们的图档位置 也就是当我们按下加号的时候 这边出现的 像microbit它出现一些 这个图图各种小图的位置 那你需不需要改 就看你 我们现在都没有动 所以我们暂时都不动它 好 这一个图档 好 做完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 往下找 找到microbit 有一大段要复制起来 这一个档 除了定义 这个汇入 汇入这些东西以外 你还要定义 一些 就是上面的一些说明 说明 所以我们找到microbit 那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找 也可以 那我们往下找 microbit 这一段 它是一个大括 一个大串括 这一串 那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这复制的时候特别要注意 那noped++的好处就是 它会告诉你像这样子 这一整串是在一起的 所以你在复制的时候 整串要复制到 复制 那你为了改方便 你可以直接放在 直接放在microbit的后面就可以了 这里 那我们要改的 一样 把micro去掉 全部改成什么 mine id很重要 不可以重复 所以一样也是要改成mine 这个不用太心急 就是把它慢慢的改完 然后这边 以micro一样要改 每一个 改成mine 好 这个是名字 这个是ID 然后分类 可以吧 好像是 好像是 这个我详细不是很清楚 没有看清楚 不知道它的英文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 icon的连结 用的是什么 那 这边是 也是icon 但是是 大icon跟小icon 里面 所以我们还是要 因为我们前面有改四个 那这边也是改了 然后这边是 详细说明 说明 那这边的翻译 我们还是 暂时不动它 因为这只是说明档 所以这边看你要不要改 要改也可以 不改也可以 建议你先不要改 因为 这边还有翻译问题 我们暂时先用它的 英文 等一下翻译出来 才不会错误 有那个 你可能改了中文 或者改了其他之后 就会比较麻烦 其他的都不用动它 其他都不用动它 这个link就是 按下去会执行哪一个 会到哪一个网站去 我们要改的 大概就是这些 就是大括号里面的 这些名称 说明 改完 那注意 我们现在按下去 它编译会错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资料夹还没复制 按下去 它又开始编译了 接下来编译可能 失败了 有没有失败 为什么失败 我们虽然改了这个档 它找不到哪一个资料夹 就是 这一个资料夹 要改成什么 mybit 改mybit 然后 我们再到这里 再存档一次 随便动一下 再存档一次 它如果有编译错误的时候 它会出现红字 这里 它告诉你第几行编译错误 mybit 它找不到svg 这个资料夹 所以就是那个资料夹有问题 如果 一直都错误呢 它看起来没有继续编译 我们就再存档一次也可以 好 好 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没有做到的 好 一样要复制 复制 复制资料夹为mybit资料夹 一样 就看得到内容 好 那我们就 把这个字 Ctrl C 可不可以中断 它又再编译了 重新再编译了 重新 编译成功了 编译成功了 那这样子 就会怎么样 我们回到我们这里面 重新整理一下 按加 除了你看这边有一个microbit 这一个是什么 mybit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 点进去 一样会出现这样 那我们再 这是microbit 这个mybit 一样 但是这个是 一样是 里面的图都是microbit 因为里面还有设定档要改 我们现在只是把microbit 的复制出变成我们自己的mybit 这样而已 里面还是要再改一下 所以 这样子外面 基本 外面就会知道我们的 就是src library library 这里面 改的是哪里 这个 这外面 真正跑程式 跑里面 跑的程式 是在哪里 它是在 VM 里面 VM 里面 这个VM 里面 这个VM 里面 SquatchVM 里面 它是在 SquatchVM 我们前面改的位置 这里 Sc 这一个档案 真正跑 所以我们进去里面 这个档里面 还是跟microbit 一样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扩充套件里面 出来的地方 它还是 虽然这边外面已经改 microbit 但是 出来以后呢 它还是microbit 为什么 因为我里面的档案 并没有改 如果你的程式功率够 接下来就是要去改里面的内容 改成你要的 改成你要的 第二 这一个章节比较长一点 再复习一下 就是这些地方 SquatchVM 里面 Src Src 下面的Library Libraries 然后Extension 这里面要改 这两个地方改完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扩充套件